请看 我们已经离婚三年了 这三年里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依旧挺好 我也有了不少的改变 我觉得我们应该复婚了 离婚的时候我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可到了现在 她的一些坏毛病还是没有改 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为了她我以前的毛病我都能改 只要是她需要我做的事 我全都会去做 就是希望她能再次回到我的身边 她现在为了复婚不择手段 想防施法地比我 甚至还欺骗我 这样下去我没有办法回到她的身边 有请这一对 有请 李先生43岁来自黑龙江快递员 有请李先生 楚女士41岁来自黑龙江售货员 有请楚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对面的这位女士跟您是什么关系 是我前妻 是您前妻啊 对 就是离婚了呗 对对对 离了几年了 三年 离了三年 对 孩子多大了 二十岁几年 这离婚三年了 今儿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呢 我这要求复婚了吗 这是我跟她踢多少回也没有同意 这个当初为什么离呢 当初因为吧我跟朋友做生意赔了 拉了点外债 那时候吧我都也不工作 到我家酗酒 我们总吵 那时候我都认为她不理解我 因为我毕竟失落了 我也有一个过渡期不是 但是她这跟我吵的时候 她的好意识啊 说咱努力咱干 把军还起来 但是我确实没那心情 总吵久而久之 她都提出分手离婚了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离婚 哎呦我也是 怎么怎么 我拉中头外战是吧 我自己还吧 不让她跟我说过 我离婚都离婚吧 就这么个情况 当时一激动 就把婚都离了 这个因为生活的挫折 一个男人沉沦了是吧 对对 然后开始续酒 妻子接受不了 提出离婚 男的觉得我也不拖累你 我自己带着东西走是吧 现在还喝吗 现在偶尔喝 喝点少了 爬出了那个沼泽了吗 比如说从她离婚以后 我自己都找了一份 稳定工作送客地嘛 就是后来找的 完了呢 我爸烟剂了 不抽烟了 酒店偶尔喝点 你听她说 她说是变好了 其实她是自己在说 她这错误根本一点都没有改 啥意思呀 就是她说 她不喝酒这事嘛 其实我最反对 就是她喝酒 因为直接导致我们离婚 也是因为她喝酒 喝酒也分怎么喝呀 她那个时候 就是一天就是总在喝 就是一天三分喝 就是每天你回来看她 她都是醉醺醺的样子 她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已经好多了 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了 而且她现在也有工作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我的要求是不让她喝 一点都不让她喝 不是 那你现在喝酒是每天都喝 还是一周喝几顿 还是一个月喝几顿 我现在都是送快递吧 这个工作挺枯燥 也挺辛苦的 对 都是晚上累的时候 你看一天跑一天 累的时候 我都喝点 还是每天都喝 不是 偶尔喝点 一周喝几回 说实话 一周喝两三回吧 我已经改成不少 就尽量去努力 我们虽然离婚三年了 对对对 都是这样 这三年当中呢 我们关系还比较密切 她每逢周六周日的时候呢 还到我这帮我收拾屋子 打打尾声 洗衣服 偶尔还给我做顿饭 虽然你看是离婚了吧 感情还在 我感觉她还爱我 对 完了你回头 其实根本不是 我是不是为了你 你不要把你自己脸上提醒 我根本就不是为了你 那你给她收拾房子干嘛 我是为了她吗 我是为了孩子 是因为有儿子 儿子跟着她呀 离婚了之后 儿子跟着她了 离婚了儿子还跟着她 对呀 她是要求儿子跟着她呀 我是要求跟我的 但是你说 我觉得她对我这么好 她跟我做这么些 无非都是 我们把结婚证变成了离婚证 我以为 一直以为 你们没离婚 对 她在我心目中 我也没有想别的 说想再找别的女人 没有那想法 我都是努力去工作 去把这外债 基本还差不多了 她还能回来 她说我是这个心情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看 原先那时候啊 没离婚的时候 我都想的不那么多 对她呢 我都没有那么多关心 像过去的时候 以前过节啊 买礼物啊 说发红包520啊 你看离婚以后了 我们脚子 还比那时候还融洽了 我呢 给她们发红包 520买送花 都说这个 我脚子 比以前还融洽了 所以我都要求复婚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不同意 但你不应该骗我吧 怎么了 怎么骗你了 就是我每次 不是去打扫卫生吗 我确实是没发现 喝酒的痕迹 但是事实不是那么多事 就是有一次 儿子去我那儿 儿子跟我说 就是说他那个 我爸又喝酒 喝酒之后 跟儿子那个发脾气 我说我没发现 你爸喝呀 他说你不知道 我爸爸 因为他有车 他把那个喝酒的 那个瓶子呀 酒啊什么 全部都放在 喝在后备箱里边 他跟我说 他已经不喝 他这不属于骗我吗 行 这个明白了 这酒这个事 算是不复婚的一个理由 还有其他的事吗 还有 他不但骗我 他还骗我父母 骗您父母什么呢 就是以前的时候 我们没离婚之前的时候 他不是跟我父母的关系 挺好的 就是离婚了之后 双方父母的关系 也依然挺好的 后来 他就为了想复婚 他不择手段 他就是到我爸妈那儿 装可怜 说他多么多可怜 一个人现在生活不容易 怎么怎么 身体又不好 完了之后让我爸妈劝我 跟他复婚 之后 更过分的是 他给我爸妈打电话 说的那个 他有病了 脑也伤了 半两身子不会动会 我爸妈就特别着急嘛 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 就说 你快去看看他 他说他有病了 完了我就去了 我去了 一看人家可好 床上躺着 那根本啥事都没有 床上躺着不就生病了吗 他说他半两身子不会动会的 他床上躺 他能动会 他不是不能动会的 而且最可气是什么 你知道 那个旁边 他在那个桌子上还放上那个酒瓶子呢 喝多了 你说他这人太自私 你想我爸我妈那么大岁数了 他跟我爸妈打电话 说这话 我爸我妈突然着急 万一有什么问题 有啥事呢 贪 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我为什么要打电话呢 因为我 首先我不是骗你 因为我本来血压都 167血压都高 那是高 就是那时候 宋佳第一天晚上特别累了 我突然就脚了半两身子 不好使 切尸码 他呢 你现在主持人 你也看到说话比较强势 我跟他俩沟通吧 有点障碍 我跟他爸妈说呢 我都说 爸呀 你说我这身体不好受 快点回来看到我 我确实保证 他来的时候 确实看到有酒瓶 那酒瓶还是前一天晚上喝 我那天我都不好受 我还敢喝酒 完了呢 我确实那时候吃点药缓解了 他来我也拍了电影 我说我没啥事 我都是想起来看看 至于说 我这着急打电话 这我不是骗 这不是听说 他有追求者了 有人追的了 我这不担心电影吗 所以 我这放心 你要别说 你要拿得还好点 你要一说我更生气 我跟你说 咋 我跟你说主任 我都没法说他 他就是为了付货 他现在我不得说 不是你有新人了 没有 就是他 那你怎么说 提起那男的你那个 咱们 就是他不说的吗 就是一个 确实是有通过朋友 认识这么一个 一个男的 是一个朋友 他就是有那一想 追我那意思 但是我没同意 完了之后 就大家偶尔一块 出去玩茶的 关系也挺好 人家吧 是卖保健品的 他就不知道是听谁说的 就知道这事了 直到完了之后呢 就跟我说 人家是骗子 就是为了骗我的钱 要我买保健品 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 没有说 我让我买保健品 你上当送骗吗 你一个直信 你没信仰吗 最可敬的是 他竟然去上人家 买保健品去了 然后回来吃完了 说他不管用 而且他体肤都 又投人的恶心 又拉肚子什么的 他就上人家捣乱 去找人家去了 就说人家要不好使 就跟人家有顾客的时候 去找人家去 影响人家生意 而且他去威胁人家 就说告诉你 我们现在都要复婚 你离我前妻远一点 然后呢 还什么 然后呀 我朋友最有这事 特别反感 就是这个保健品 不是通过我朋友 介绍认识的吗 你说 我咋还再跟人家一起玩 我都 我都没法再去见人家了 你多讨厌 他都影响 已经影响人正常生活了 我 你就弄得我多没面子 我呀 我本来挺好面子一人 是是是 那你就跟他复了呗 反正后路都给你堵死了 我也不是没考虑过 这个事复婚这 就是现在看他情况也挺的 毕竟还有孩子嘛 但是说你说 他这一出一出 这左一出又一出 我根本我都不相信他 你看我这个眼睛 现在开始就是有的时候 他面部就乱跳嘛 对对对 这个就是因为当时那时候 上一失败之后 他一决不认那时候 我在他身上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心想压力特别大 我整有这种睡不着觉 引起这个面部痉挠 我都看了好多地方 都没有办法治疗 我这么爱每一个人 你说我这脸是这样 我怎么出去见人呢我呀 不不不 你现在不是也出去见人 不是还有人喜欢你 那不是 那就多可认哪 多丢人呢 面部神经痉挛是吧 就是对 面部神经痉挛 就是压力大呀 思想压力大引起的 你说咱们都风风雨雨 这么些年了 而且这几年 咱们虽然离婚了 这么也感情比过去 我感觉还融洽了 能不能往今走一步吗 儿子什么意思 儿子也希望我们 别瞎说 别瞎说 怎么了 就我跟你说 这儿子这个事 他更讨厌 就是儿子现在不是 已经长大了吗 已经工作了现在 他就总逼儿子 让儿子去跟我说 让我跟他复婚 就是怎么怎么地的 也许是儿子 发自内心的想法 不是 肯定是他逼的 我就跟儿子说 我确实是不想跟他复婚 儿子有一句跟他说了 说的那个 我妈可能是 不想跟你复婚 他就特别生气 就说 儿子对他不好 儿子不孝顺他 怎么怎么地的 而且最可惜就是 最近儿子搞了个女朋友 搞了个女朋友 儿子特别高兴啊 都做梦着 领个家来看看对吧 儿子就先跟他说了 他就180个不愿意 就说 我跟你妈还没复婚的 你就找女朋友了 你说他这人 就是儿子 是不是他亲生的 好像我带来的一样 你说是不是他亲生儿子 他就 这个人他多自私 是你亲儿子啊 确定是我亲儿子 不是 这个理事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们去想啊 我为什么要要求 先那个复婚的 当时我说这 我说儿子 你看二十 结婚还早着 我和你妈先复婚 你再领队向蓝 贵来都是给他一个 对方家长 有完整的家庭 如果咱们家是女儿的话 找对象 也不希望找一个 离婚的家庭 因为肯定有影响 我这厨房边一个 对 90%为我自己好 10%也是为孩子好 是不是 我得这么说 我也为了复婚 我连主要的都是为了复婚 给都是过婚 然后我招呼 完了我就跟儿子 我说儿子没事 他不见 我说你领回来 妈看 儿子就把那个 女朋友领回来了 领回来之后 就是我们一起吃个饭 这也挺好的 他就知道这个事了 就跟儿子 以顿教训的 就说你这个白尔郎 你没良心 我养你这么大 我要你去跟你妈说 让你妈给我复婚 你不带不那啥 我不见你女朋友 你还把女朋友领 去你妈那儿去了 你就是白尔郎 你就没良心 反正就是儿子 对不起他说 我跟儿子那么说 我说话就是生大点 也没人嫌你说那么严厉 我说得你劝劝你 行 事儿听得差不多了 就是您先生 不择手段地 想跟您复婚 对吧 对呀 原本还有点对他的意思 被他这么一闹 一点意思都没了 对吧 其实我也不是那啥 我就是不让他喝酒 我也是为了他好 他本来身体都不好 完了之后 你说我不是为了他好吗 而且你说谁不想 过那正常日子的 你这样一个人过 他也不是说那 过那啥事吧 您到底是付还是不付 也没听明白 就现在他这种情况 我没法跟他付回 对对对 就是有点止气 不停有点害怕 就我不相信他 他现在说的话 我从这一件一件事 我就不相信他 明白明白明白 但是从两家人的愿望来说 可能双方的父母 包括你们的儿子 也是希望你们在一起 对 但是婚姻这件事 都经历过了 再想 就为你们自己 好好的活一次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来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大姐我觉得你 其实并没有跟他分开 就尽管也有人追求过你 什么的 那都是小插序 我觉得你虽然跟他这个形式上 扯了离婚证 但是你的情感 你的生活 其实跟他还都是有关联的 跟这个家有关联吗 其实我去那什么 也不是为了他 因为不是毕竟还有孩子吗 因为孩子跟他一起生活 我不是比较担心孩子 不是不是 我不仅仅是说你去到那个家里 给他们收拾屋子 我觉得包括你今天在现场 说的这些话 我感觉都是夫妻俩争吵的时候 才会有的情绪啊 指责呀 埋怨呀 如果是两个毫无关联的 离了婚的人 根本不牵挂的人 他会很冷静地 冷淡地处理这个事 但是你依然情绪非常激动 我觉得你不能说你爱他 但是你心里至少还有他 没有完全把这段感情 就给画了句号对吗 所以这个事儿 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是吧 但是我现在不相信他 他这左一回右一回的 那你说怎么样才能够复婚 所以起码的他得 就是说他得把这个酒 完全系了不合了 而且不能再像这样 一次一次地骗我 说到就要做到男子汉嘛 就是对吧 说话就是板上定型 你不能这样事地欺骗我 大哥我也得说一下了 你既然已经能做到 把酗酒改为喝酒 为什么不能把喝酒改为戒酒呢 如果他要是能跟我 复婚的把酒戒了 你不要说如果他能跟你复婚 你不是为了任何人 来做这个事 你为你自己 然后他能看到你的行动 他才会有所表示 他其实对你没有要求 你没发现吗 就要求你把酒戒了 别撒谎了 别骗他了 你用那么多迂回战术 累得半死 你直接把酒戒了 不就行了吗 绝对接了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 你就不给他一点点机会 是吗 那得看他表现 我也不是没说过 你这样 你给他多长时间考验他 半年 半年 第一酒不沾 没问题 好 相信他 给他半年时间好吗 大哥你还等不了半年吗 我等不了 绝对等不了 但是你们复合啊 我觉得是要有两个基础条件 第一个貌似已经达成了 就是这位大姐 并没有在外面找新的孩子 你们中间还是有感情基础 这一点是条件复合 但第二点啊 时机还未成熟 其实你说过一句话 说我们离婚啊 反而显得更融洽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 大姐一直要让你戒酒 因为你一旦喝了酒 你的脾气有伤 你就无所顾忌了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管对对方 是否造成伤害 有多大的伤害 对 是的啊 都不管不顾 对 就是那个时候 他喝有那时候 就是吵架的时候 甚至都要动手打我 而且 现在你还做出了一些 不计后果的事情 这是让大姐最难接受的 比如说 你去骗她的父母 说你半身不随了 你这样要把两个老人 要下出一些毛病来 怎么办 你想过后果吗 你跟儿子说 你必须得在我后面结婚啊 我得先复婚啊 好吗 那你儿子那个婚事 下了怎么办 还有他那个朋友 你把人生意闹砸怎么办 你不管这些后果 这才是大姐最担心的 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你还在是一些伎俩 但是绝对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还用这种 千方百计 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做 我告诉你 你做得越多 她跑得越远 因为她怕 要足够地尊重她的感受 做到这一点 大姐你就说可以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谢谢曲总 我怎么没听懂 你们在干嘛呀 就因为不能戒酒 所以就坚决不复婚啊 不是 不是因为不能戒酒 是因为她酗酒 就是引起了一系列的 就是这些事 所以嘛 你现在就是说 你不戒酒 我就不跟你复婚 你戒着酒 我可以考虑 但我还是没听懂 真的戒了酒 你就应该跟她复婚吗 再考虑吗 她今天有喝酒产生的问题 明天可能就有打牌的问题哦 后天可能出去跳 广场舞了也有问题啊 你要想挑她刺儿 你要不愿意跟她复婚 她有一百种 有可能产生的问题 有可能产生的问题在明天 所以我不知道 女士你在想什么 你是因为三年前 那场生意损失的钱 三年前因为她失忆 喝酒发脾气 心里过不去是吗 不是没有 你还在嘴硬 你们这三年 你压根这口恶气就没出来 你凭什么把我家钱败了 你凭什么钱败完了 还喝了酒 要跟我吵架 凭什么受这样的气啊 时隔三年了 这口恶气就是没出 我劝你啊 大姐 你要么这恶气就出透了 你走 再见 要么你今天恶气就出完了 走 咱回家过日 您说您刚才场上 那个高分贝那个争吵啊 你说你这个眼睛 现在都受情绪影响 我听着我都快心脏病了 你知道吗 多大的气 你听我说 我跟你讲啊 咱都四十多岁了 想想清楚 你究竟和这个男人的关系中 你要什么 如果心里更多奠念的是曾经的好 那咱把这口气今天撒完了就算了 如果犹豫这件事情看清了它的本质 我跟它过不了了 你就今天别出来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先生你也挺奇怪的啊 你这三年跟你前妻还发脾气吗 离婚以后没发过脾气 没发过了 那你在这干啥呢 如果我们一个人要在一起生活 是要完全放弃自我去讨好它 我劝你不要除了 是 当年喝酒喝多的不好 如今如果能控制量 我就喝这么一点点 是我的兴趣爱好 怎么了 你这复婚复得就这么屈辱 这么没有尊严吗 咱能不能想清楚这婚姻要什么 你该保有的是什么 你的底线是什么 一味地讨好 没有好结果 做个男人 想当当的 就这样吧 好 谢谢杨老师 我问你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跟你复婚对她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们住一起了 啥事都有照应了 不是 她现在没人照应吗 你现在生活很困苦吗 也没有 不是 她生活挺好啊 对她有什么好处吗 肯定有好处啊 什么好处 两个人生活 老来伴嘛 四十多大了 她不需要 不需要 我感觉她应该需要 你需要吗 我不需要 你看 她不需要 这个语气我就不管了 第二个问题 你语气得管 不不不 你得管 我先放一放 我先放一放 好好好 这已经我懂了 这我能懂了 第二个问题 不复婚 但是住在一块 你接受吗 但是复完婚 住一块 不复婚 但是搬回来住 你接受吗 我接受 因为有半年期间嘛 其实我看到的是两颗 破碎的心 就是完全完全被伤透的心 您前妻就不用说了 她是被您伤透的 是 您是被自己的不幸的失业伤透的心 所以两颗伤透的心 想要重新回到一起是很难的 你们得重新 试影子 两个人得重新感受一下对方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戒酒只是第一步 不是戒完酒就好了 对你来说也是一样 你要跟她复婚 戒酒只是第一步 绝对不是戒了酒就好了 否则你会伤得很重 千万不要以为我戒完酒之后 她就直接就回来了怎么样 重新再磨合一次 重新再追求她一次 重新再给她一点温暖 有个过程不要那么着急 就这样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露西老师 我压根也没觉得她们离过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离婚状态 这就是一对普通夫妻 在生活里面 日常里面有矛盾 只是她们有一张离婚状态 39岁 40岁的时候 突然一下人垮掉 就是我一直不相信 仅仅因为这点事 夫妻俩就会分开 那你就往前倒 我都想象得到的 一定在她生意特别好的时候 还挺豪横的 也挺不把这个女人当回事的 她也是曾经被压抑的 是这样吗 那时候是有点 对吧 你能重新做一个 踏实地爱她的男人吗 你现在给我们 所有的复婚理由 其实不是我还特别爱她 我愿意后半辈子 踏踏实实地去爱她爱家 你给我们的复婚理由是 这两个人在一起 也就是个日子 是一种情绪 所以我倒真的建议 两位都要认真考虑 冷静下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乐队 想象我们那时候 从相知到相知到互相恋爱 风风雨雨那17年 有经历了多少 那么不容易的事 我们都扛过去了 我想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能携手并进 一起过咱们幸福的生活 我会努力改变自己 所有的一切的错 绝对会对你好的 希望你能相信我 我绝对会改变自己的 我都希望你静静地考虑 我是真心地想挽回这段婚姻 而且咱们还有儿子 希望你能考虑好 我觉得您这安静的状态 特别好 这是真在想 所以很简单吧 如果您觉得 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试一试 我们可以先考虑 我搬回去住 在一起生活试一试 不是复婚啊 因为我得知道 您这九十真戒假戒啊 对吧 我得观察您啊 就相当于给他一个 观察的机会 您就出来 好不好 如果您说我不急着复婚 我愿意有一个考察期 我们重新恋爱 您就出来 如果您一门心思说 我就为复婚 您就别出来 谢谢 谢谢两位请回请回啊 就是要给彼此一个机会嘛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两位做何选择呢 请开开门 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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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啦 我实际我来召集复婚 有一个都是 海电刚才说那个男的 我有点不放心 他说也没细说 我都是想听听这个 心里有点没底了 还有希望在 但是有一点 你要尊重他的选择 如果他不跟你复婚 他能够得到幸福 你愿意给他这个幸福 我尊重他的选择 谢谢你 如果您保持这个平和心态 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好 谢谢 来 请回 因为我这个人 我如此 所以我看着你